《Tител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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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還是聽不清楚啊 OK 班長 下來一下 班長 知道了嗎 班長 菜吃飽沒有啊 沒有沒有管理 等下会有差点招待你们 留在 为什么你愿意读完高二后 会选择留在走无 念大学评修班 我觉得 我会留在走无 是因为我觉得交通方便 然后可以自己嫁出来学校 然后还可以知道走无的商友面 离开可以担心 父母的负担 因为 父母不用还我的住宿费 还有交通费等等 然后省下来的那些钱 可以供我到国外 或者是更好的大学念书 美丽呢 其实我 舍不得这边的我贴 没有人要开玩笑 就 本来我也是没有想过 要留在这边读书 我只是想到 以后上大学都是有要到国外读书 就想留一点时间就在这边读书 顺便就赔一下父母讲了 哇 真是很丢人的一位 把妈妈做到一定的感受 Ryann又是什么原因? 他又是这样的 因为出去外面主书有好法 你要去回自己出班 追思议,自己找出身体 要很努力 你这边有好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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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是至少不要卸的 可是我还想是这样的卸 我还是在Spancy 因为自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还是方向去走 所以还是Spancy 可是大多数也是Spancy 所以就选择Spancy 谢谢你们 今天欢迎大家第一次来到 金调学院的金奖 我是Mandam Wanky 所以向我们的思议 我们今天会给你们介绍 金调学院的金奖课 所以首先呢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 对未来有没有 确定的方向 你的未来 现在 过去 你有想过会是怎样的一条路吗 首先 假设说你现在的问题是 你 不知道你要读什么课程 可是呢 你又想 有一个课程是你读的 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 去升学的 那我的 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选择A-Level 因为A-Level是课程 是可以给你去任何一个学院 或者是大学升学的 接下来 我要给你们介绍另外一个课程是 Foundation 这个Foundation呢 就是 假设说 你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可是 你又不喜欢这样多考试 那Foundation 会也是你的选择 Foundation呢 也是可以给你出去 选择很多不同的 以后的升学在不同的 Centery OK Centery for Business Studies 首先 如果你看到这些 什么是 什么是 Business Studies 我确定你知道 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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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然后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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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 Lecturer的 interaction 那种互动也是 有很大的差别 在那边 很多Lecturer 我连他名字都不记得 Foundation 的 比如上过课的 我都记得啦 因为班上很小 我们在那里 如果你考试很多 不懂 你只能找学长 Foundation 那种 学生来一起讨论 但是这里 你可以找到老师 还有这里 你可以读习 再可以读习一堂 每笔是500 600 RB 然后在这边 一个月才200 就给你了 然后我们是 1314年的 Eleven Extruder 我们是在英国 Foundation 我们是在 Eleven Extruder 在那里 然后 我在 University of Chester 读 Event Management And PR 然后我们觉得 Foundation 是 对我们大学很有满足的啦 因为 它是一个 诶 诶 学更多 就是学管理到大学 的东西啦 所以你去到大学的话 你不会觉得很像 跟不上啊 还是什么啊 就是 你会更紧什么 在 ISM 不爱 我是不在意的 然后我发觉 如果我去 呃 在英国 多分 有很多东西 Foundation 所以我觉得 很好的 一个背景 所以知道 你会有很好的基础 多没有选 多高三次 因为我觉得 我在 余移基 不能拿到 呃 不能应付余移基 因为 就一路来都没有 能要去努力 余移基的科目 所以我就觉得 呃 我也没有准备好 要一个人出去外面 很像 呃 你一个人出去 你就是一个人 你的家人 都不在你旁边 然后过后 你就要问你自己哦 你准备好有没有 真的是你要一个人出去 然后过后 A-Level真的忙到我很多 在大学第一年 因为 在大学第一年 像刚才他们讲的 你拿的都是 comment subject 然后你 你会拿的subject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哦很熟悉 因为之前可能 你在A-Level一直学过的 所以真的是很轻松 我的大学第一年 我本身是很轻松啦 因为很像 呃 individual assignment 可能你写一千个字 可是 这一千个字 对你来讲 可能你会觉得很简单 因为你在A-Level 都是一直在写SA 你拿Econ 你拿Betiness 都写SA 所以是很简单啦 对我来讲的 所以因为 旁边的人都会在想 哦要讲Sat这个 Simon 要讲开始写 第一个句子 可是 你可能就会觉得 哦我之前已经学过了 我刚才说的 我是2013年毕业的 所以你们应该都没有看过我 然后我是读立科班的在ISM 我读完了ISM过后 马上我就毕业了 我就去了英国 然后我就是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嗯 呃在那里已经读了两年 我现在是读着LV Law的 然后跟你们讲的就是 我也出去那么多年了 我知道 一旦你出去了过后 马上 你回来了过后 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跟你的家人 所以我会建议你们 如果你们有机会 可以跟你们的家人 再待久一点的话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啦 就是说 嗯 除此以外呢 同时间 你也可以在这里 省很多钱啦 因为 如果你去KL读书的话 马上 在东湖 我知道是便宜很多的 所以 所以你们选了 看好的大学以后 出到外面去 诶 这个时候你们看回去了 你们又省了一笔钱 因为你们没有去 那些比较贵的college 读书的话 这个钱呢 你就可以省回来 去更好的大学啦 ISM呢 其实 讲真的啦 我知道很多 高二高三的学弟学妹们 你们会很想要尽快 离开 啊 父母的 关怀 还是什么的 然后就是 啊 出到外面去 可以跟朋友玩啊 然后可以跟朋友 喝茶啊 之类的 然后父母也不会限制你 怎样啊 这是很多年轻人的想法 这个我也了解 一样 我知道很多人 会觉得 你们去了大的college 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经历 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因为人多嘛 经验也多 可以发生的事情也是很多 可是 我想讲的就是 因为这是一个platform 来的 这是一个platform 给你的未来 你进了一个好的大学 好的大学 所以就可以让你有更多的connections 以后你出道去 你可以找到工作的几率是更高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长远的room 所以 这个platform呢 可以让你踩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这样子的大学 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时候呢 你要看的 不是学生多啊 或者是 呃 那个 设备方面好不好啊 有没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啊 不是 这个时候已经是 你知道你们要认真 讨论一下你们的未来要怎么去过了 也就是说 你们要想 在这些学校里面 老实乎会知道你个人的那个 呃 呃 弱点在哪里 你的强点在哪里 它怎么可以搬到你 你要的呢 是那个过程 那个成绩 你真的是要学到东西 所以在 ISM还有在别的那种大的college里面的 你要看 即使我们小 可是你在这里 到底可以学到多少东西 这才是重点 你们要享受生活可以 到了大学过后 等你们进到你们要的大学 通过ISM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慢慢 经历你们要的生活了 然后过你们毕业了一年过后 在你们要的地方 你们又可以继续享受你们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长远的路 你们可以自己慢慢 打算决定自己 呃 大学呢 他们并不看 并不怎么看你是从哪一个college出来的 是 有一些大的 呃 college 比如说Tainless College 会呃 比较出名一点 如果你从哪里毕业出来 但实际上大学不怎么看呢 大学只看你的成绩的 所以 你无论在这里拿到三个A 或者是在哪里拿到三个A 只要你拿到三个A 或者三个A杀就更好啦 然后再进你要进了大学的话 马上就是很明智的选择 好就这样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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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